这是2023年8月的德州 停滞的水流 干枯的河床 还有很多因为长期依赖自然灌溉而濒临死去的树木 炎热和干燥一直是德州非害安线城市的夏季代名词 只不过在今年 在二者叠加之后 这个过程残酷而漫长 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们仅仅能做的 是尽可能地在有效利用水的情况下 减少庭院植物的伤亡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草坪的夏季生存之难 像往常一样 德州内陆城市早早就宣布了进入室外灌溉的限制 在这里的每家每户 都有义务按照自己的右边地址 进行每周至多一次的草坪自动灌溉限制 从道理上来讲 如果你一直有遵守一周一次的深度灌溉策略 那么你的草坪根系会扎得很深 从而更加耐受夏季的干旱和高温 然而每日持续超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干燥 却也让草坪这种地表覆盖植被变得更加难以生存 再好的土壤也会被直射的烈日快速蒸干 而下方的草坪也会被晒干变硬了的土壤积压而失去火性 用南方的草坪来做举例 这边的草坪几乎无法从种子快速建立 也无法在秋天这种凉爽多雨的季节快速恢复 因为它们极度依赖直射的阳光 而至少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光照 而这些都是南方的秋季所不能给予的 为了避免过度的草坪衰退 在极度干燥炎热的夏季 我会建议南方朋友在严格遵守一周一日的灌溉法则下 尽您所能地在局部热点地区进行手动补睡 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草坪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地表下方 充满着岩石和建筑垃圾的院子里 那一旦进入了这种极度酷热的热子之后 这些下方的岩石和大块的建筑混凝土 就会最先进去热量而快速蒸干上方的草坪 我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严格的灌溉控制下 很多时候无法避免大片的草坪枯黄进入休眠 但枯黄的草坪不代表它们已经死去 它们仍然需要最基本的水平灌溉 以此来保住它们可以再次萌发的根系 这点非常重要 尽其所能地去用手动补水的方式 观照那些极度发黄甚至发黑部分的草坪 只要根系不死 我们就有无数种方法在合适的环境下让它们复活 请不要放弃 除了草坪以外 其实还有一类很容易被忽视的花园植被 那就是这些看似耐汉的灌木 在一年之中绝大多数的季节里 这些灌木是不需要单独去灌溉补水的 它们有着比草坪更深的根系 还有可以用来防止过度水分蒸发的树皮 然而它们并不是树 今年早些的时候 我挖到了两颗至少生长了6年的灌木球 它们先是经历了2022年夏季的枯树 又经历了2023年初的极端动域 当我把它们的尸体挖出来的时候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长了6年的灌木球的根系 只有半米左右的深度 一般情况下 我会选择使用这种长杆根系补水碳针 来给它们补水 一方面这种碳针可以轻松插到根系的位置 从而提供更深层的补水 而另一方面 它们还可以在补水的同时 混合进去一定浓度的营养液补充 方便而且高效 在夏季的时候 给灌木或者是树木根系打进去一些钾肥 你可以直接使用给草坪使用的钾肥粉末 使用量大概是一勺到两勺左右的样子 它们可以增强根系的耐热和耐焊性 但是这个操作如果放到秋季 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说完了草坪 说完了灌木 我们还需要来聊聊最容易被忽略的树木 都说树大根深 一般的自然条件树都不会被怎么样 但意外如果来的话 也会让人措手不及 除了使用我前面提案的专用灌根探针工具以外 其实对于新生小树 或者是那些不够耐旱的树木 我更加推荐这种放置在树下方的环形水袋 这种水袋价格便宜方便使用 而更关键的是 它们可以提供模拟火慢滴灌的场景 注满一袋15加仑左右的水 通过这两个小孔自然滴灌 这一袋可以维持4-7个小时的不断湿润 从而更深层的灌溉树木周围的根系 还会明显降低树周围的水盆蒸发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 这种水袋灌溉方式 只适用于夏季应急时期的灌溉 而不应该作为长期频繁使用的那种灌溉 因为被水袋盖住的地方会失去空气流动速度 时间长了下方也会因为潮湿而滋生霉菌 而且更加阴壁的环境 也会更加吸引虫子的光顾 慢慢的反而就会伤害树梗 一般情况下潮湿多雨的春秋季节 我们可以将束缓水袋收走 而等到了干燥炎热的夏季 再将它们铺在下方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德州的极度炎热和干旱 只是全球气候不定的一个缩影 旱和烙都不好过 它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选择 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 就是去选择接受和适应 节气上来讲现在已经入秋 迟到的雨水该来的还会来 它们只是迟到而不会缺席 希望本期视频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